大家好 我是阿軒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台北 現在還在香港 現在是在大埔等 A47X 說說這次去台北的行李 行李就是單車 其實我是想把這個帶著單車去旅行的 idea 拍做一個 daily vlog 讓大家知道究竟 喜歡踩單車的人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瘋了 大家就拭目期待 除了剛剛那件東西 這麼大的單車之外 我其實去了很簡單 一個背包 裡面還要安裝我的相機 腳架 然後一點起居的衣服 還要加上一個頸枕 我平時經常去旅行 都是這樣一個背包箱 加一個單車的設置 大家有什麼關於單車上飛機的問題 就什麼啦 終於來了 A47X 好 好 終於大家單車怎樣去機場呢 其實全香港的公營巴士 公共交通工具 這個我們叫的bike case 其實都是上不到的 除了從機場開出來 還有去機場的巴士 是為了上車的 其實剛才的司機都很好的 例如現在都很低 我提及了一個車身 更有個地圖 我提及了上車的地 給我上車更多 那不用搬了 很便宜 我們來到香港機場了 這個是我的運氣 這次我選擇了 廉航最便宜飛台北的那班飛機 我是14號去 今天是1月14號 然後26號才回香港 我來回機票好像是1,500元 人民幣左右 因為我用攜程買的 所以我用了人民幣去購買 那先說回來 其實我也有點慚愧 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是不是太熟悉去香港機場出發的 我其實職業是一個職業運動員 那我主要的 主要的活動區域 國家其實是在中國裏面 所以我對大陸國外裏面 大部份的地區的機場 都是超級熟悉和習慣的 但是回到香港 反而是有點不適應 因為怎樣離境、出境、怎樣登記 所有東西都有點不同 因為我真的不少在香港起飛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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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坐飛機來說 推介是坐這個 安全通道的那段座位 基本上大飛機小飛機 都一定是特別寬的 不知為什麼這一趟飛機 是沒有人選這件座位坐的 看看可以看到是更寬的 通常都不用加錢 但是會被人搶光的這一行的位置 好了 差不多起飛了 跟大家說完 才到了台北 再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行李一早就放在這裡了 未提領行李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等出境那裡很久 超級多人 大家好 我已經來到台北桃園機場的T2 是出來了這裡 我有一個朋友會來接我的 但是他去錯了T1 所以現在會等他駕車過來兜我 然後去我們已經覆好了的酒店 然後晚上會去夜市走走 看看台灣人帶我走夜市有什麼特別 好 現在終於朋友接了我了 我們現在是去紅座的酒店 喂 我就來到基隆夜市了 這麼快已經 你給我勇氣 每天每天電視裡販賣新的玩具 試一下這一間了 天一春 天一香囉 你是不是紅狗的 這一個肉醋飯 就是滷肉飯 全麵好吃 我自己做決定 自從那一次 又好吃 不輕易介紹誰的搖勤 自從那一天起 聽我說的道理 When I 專於熊雲集 來 吃嗎 來 我們就來 來 再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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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廣角 噢 この味道 照片 стать 就是和香港 пruck外 但是他真的有章魚 還有一隻 還有我覺得他偏甜 個人味道並非好吃甜 我覺得 ina 我面前還不錯 也不選擇 九龍城香港茶 陳記 時間關係已經買了 這是檸檬茶小冰 茶忌檸檬茶 這杯50元 茶忌檸檬茶 是好喝的 但不是最好喝的 現在有個當地的導遊 他說 帶我們來這個 紅燈區 這條街就是了 剛剛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這個本地的導遊 帶我們去基隆夜市 附近的紅燈區 我很遺憾 我不敢拿出來拍 因為它的層次很小 大概是一張照片 然後有一條小巷 裡面大概有 15到20間屋 然後裡面 坐著幾個很小布的女生 他們其實都幾 開放的 直接就問你 不如在這裡叫 要不要帶著叫吧 要不要帶著叫吧 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你OK 你就進去吧 你不OK 他又不會故意拉著你 對 你也不會故意拉著你 看著你 我會不會想闖 你 有一張人 我不會想闖 你 我會想郭 好,因為剛才都使用得很大 所以越來越大,就很多人的食物 如果大家要去看看,就用得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